星河满目 如回青春 中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升空前夕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综合部主管七铁磊 用这八个字说出了他此时的心情 与他一样 在火星探测任务中 许多青年人都在各自岗位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来自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部的高元贺 是本次火星探测任务探测器的测试指挥 他说自己是火星90后 与火星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 刚开始接任指挥的时候 就是每天活很多 因为不但要完成卫星的测试工作 还要安排每天的测试流程任务 然后还要跟各个接口进行协调 那会儿是一天一天的睡不着 每天不论几点下班 基本上五点半左右一定醒 醒了之后就一脑袋都是事 然后我同事就跟我说 高元贺你这个以后要出去相亲就特别适合 跟人说我这个睡眠就适合带孩子 每天五点半都醒 根本你们女的不用醒 然后当然对 后来没敢说这个 上来跟着女生相亲就先说 孩子醒的事太不礼貌了 没敢说 聊起自己高强度的加班时 高元贺话语间却不发幽默感 但说起身边同事们的奉献故事的时候 他脸上的表情严肃了许多 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火星探测任务环绕器主任工艺师张泽梅 今年工作整十年 1985年出生的他 说自己是团队里的年龄担当 被叫了很多年的姐 而与团队里90后95后同事们共同的奋斗经历 却也成了张泽梅最为自豪的事情 我们可能会有些倾涩 会有些叛逆 会有些不爱说 但是我是想说经过这几年一个切身的感受 也发现身边的年轻人确实是不爱说 但是并不代表着我们就扛起来这份事业 然后我们这群人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奋斗吧 经过四年五年有的是十年吧 这可能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历程 但是不管后面我们还能经历什么 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非常珍贵的一个历程 也是后面能跟孩子吹牛吹一段时间的一个历程 高元赫所在的部门是完成整星级测试任务的地方 他们团队也是距离卫星最近的人 因此在来到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后 高元赫也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有一天我们主任设计师就跟我说 高元赫咱们最后这个要跟咱们的基地指挥员说四个字 叫做探测器好 这四个字非常关键 因为这四个字是在告诉整个基地 告诉我们整个的发射场 告诉我们整个国家 说我们卫星已经准备好 这四个字必须得说好 得说出气势 说出我们探测器的信心 更得说出我们必胜的把握 领到任务的几天里 高元赫开始了对着大海练习口令的过程 经过反复不断的练习 如今他对清晰准确地说出这一声口令 已经很有底气 高元赫也希望在发射日当天 自己的口令可以为火星探测发射任务 送去祝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